华为最强旗舰手机,及所有黑科技于一身,这才是华为的真正实力。 上个月华为除了发布了华为P20系列之外,其实还发布了一款堪称目前最顶级的旗舰手机华为Mate RS,虽然这款手机的起售价格9999元,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配置来说,这款手机都可以称得上是目前最好的一款手机, 这款手机可以说完全展现了华为的真正实力。 华为Mate RS是华为、赖卡、宝石捷联合打造的一款手机产品,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旗舰手机,在外观设计方面,就透露出了浓重的尊贵气息。 在屏幕设计方面,华为Mate RS与华为P20系列不同,而是采用类似三星的曲面屏设计,所使用的屏幕是6英寸18比9的LAT屏幕,屏幕分辨率则是高达2K。 下方印有的Porsche Design的字样,直接体现了这部手机的尊贵。 在机身背面,华为Mate RS结合了宝石捷跑车的动力美学,采用了8区面玻璃机身设计,手感极为的舒适。 在配置方面,这款手机更是极其的出色,处理器使用的是麒麟970处理器,后置摄像头和华为P20。 PRO相同都为后置的赖卡三摄像素,也是同样的4000万振2000万振800万像素,前置摄像头像素同样是高达2400万像素,所搭载的电池则是4000M大电池。 除了赖卡三摄像素,8区面机身等创新设计之外,这款手机还拥有众多的黑科技,比如这款手机是目前唯一一款拥有屏内指纹识别的华为手机,而且这款手机还同时拥有经典的后置指纹识别方式。 其次这款手机还内存NSE安全芯品,不仅可以保证手机的使用安全,就算手机丢失时,也可以通过查找功能将丢失的手机找回。 当然了,如果我们不小心误删了我们手机当中的数据,那么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浏览器或者是应用宝查找手机数据恢复精灵,利用这款应用找回删除的手机数据。 除此之外,这款手机还拥有IP67级防水防尘功能,无线充电功能,立体双扬声和采用来自天领域的微胶囊相变散热技术。 可以随这款手机试集所有黑科技于一体的一款手机。 在颜色方面,这款手机拥有玄黑和锐红两个版本,运行组合则是分6GB正256GB和6GB正512GB两个版本,价格分别为9999元和12999元。 总结,这款华为Mate RS可以说完全展现了华为所隐藏的真正实力,虽然这款手机售价比较高,但是看上去还是五超所值的,你觉得呢?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哦!